观察市场行为,品味,东风变化,带你赚钱带你飞,欢迎来到JB频道 好,比特币的行情 昨天这一波上涨,最高价已经打到2万7了,2万1百 那这里的反弹呢,它是否会直接引领一波多头的暴涨呢 会不会就此一举突破我们这个压力线呢 OK,非常重要,来讨论一下,非常关键 好,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视频下部链接,这样的群 一些最关键及时分析补充的服务都在里面 非常重要,Discord还有电报群都是免费的 就是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加入了 OK,好,那现在的话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更单服务 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的教学,制造这个倍率杠杆 就可以完全自动化跟单 即便你在睡觉啊,一样能够去有机会保护行情 像昨天这样的空单,前年嘛 发生在半夜,那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呢,也是可以去参与的 就是点击我们链接啊,这里 注册一个BINX交易所的账号 注册完成之后呢,入金 之后呢,就可以加入了 OK,好 现在实际上是6月20号的下午点 好,看一下盘面来解析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这一条压力线我们有几次测试呢 看一次,两次,三次 第四次了,第四次了 也是正好正好打到这样一个线上面 对不对 发现,正好打在线上 好,那这样情况怎么去解读啊 好,以目前来说话 我们昨天半夜也有讲到 我们昨天半夜的分析讲到 目前的情况呢 我看一下 好,这里需要注意 这个盘整相体,如果说向上叙事的话 是有机会上破的 那如果说向上形成一个假突破 往下跌的话 如果说它价格啊 它去跌破我们短线低点 26,180 这一次如果说跌破的话 我相信这可以是会引发一波比较深的下跌的 比如这边盘一盘盘一盘 然后呢 啪,下破了 很高级率啊,它会再次来到255这位置 这位置 因为上方你看啊 上方这边 上方的上涨 这里上涨啊 其实是没有很大剧量 那上方这边其实也是有堆积 一段时间的一个量能了 如果说盘整之后 比如盘整之后 盘整之后 然后呢 下破了 那我相信这一笔下跌 可能会再次跌破前跌啊 比如说到24,500啊 这位置都是有机会的 好 那以现状来说的话 早上这一波冲击啊 它又再次冲击前高了 但是又上方失败 而且也正好正好打到我们压力线的位置啊 打到我们这条这个 这边 压力线 你看一二三四四个处点 那在我们这样的阻力区 没有突破之前呢 哪一线呢 也就是27391 你也可以看这一线 27455 这一线还没突破之前呢 我认为啊 都是不能去过路看多的 OK 当然如果说突破的话能否追多 我认识可以追了 可是可以追了 如果说价格直接拉起来突破 突破 我阳线拉起来突破了 那在24,400是可以直接去追路 直接试价追多的 然后目标往上拿 这样情况 OK这样情况 所以以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这个位置来说啊 价格又再次打到了我们这条压力线的位置 那整体来说大级来说我是怎么看的呢 我依然是看跌的 而且是看暴跌 我们这个图画很久了 黄色走势或蓝色走势 那目前来讲已经恰恰好 走成黄色走势的情况 对不对 打到线了 打到线上了 那是否这个位置 它就直接会构成一个反转高点 然后直接暴跌呢 不知道 还是说它会上破 上破之后呢 进行波又多 后续呢 才暴跌呢 OK也不知道 但不论哪一种啊 不论哪一种 我们整体已经解释了非常非常久 我们这个行情 已经在高位震荡了 有我们已经精确算一下 精确算一下 已经有66天 已经有66天调整了 66天调整了 各位 66天 我们原本的上涨只有35天 那这一波震荡下跌 它已经有66天了 所以震荡的中继的时间 它是不可以比原本的主要趋势的上涨 来得更久 对不对 66天已经是原本35天的几乎是两倍 几乎是两倍 对不对 几乎两倍 可以看一下 这里也是一样 它上涨回调23天 上涨48天 后续突破压力线 引发一波波轮重祸的这样的多头的延续行情 是吧 好 那看一下 在69,000这个位置 我们这边 当时这边也是维持这样的一个 可以画出一条这样的趋势线 对不对 收到这条线压制 后续呢 暴跌 那这里的话 它也是维持一个高点高点逐步降低 逐步降低逐步降低逐步降低 那这边为什么会这样类比这个 这样的行情 因为 其实呢 我最近有看到还蛮多这样的分析 都说这边走出一个底背铃 对不对 这边走出一波底背铃 我们看一下 即严格来说现在看涨能力并不少 当然也是会看空嘛 这废话 但是我最强调的是 很多人说 都在看空 其实并没有 现在看涨能力非常多 看涨能力并不少 看涨能力认为 两万五就是底部了 回踩到两万五附近 即将涨到四万五万 对不对 那我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地方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那 整体怎么操作啊 我认为接下来 还是要以做空为主 那主要就是在哪入场而已啊 这样区别 那这里你看 这边也是有个底背铃嘛 底部的背铃 底部背铃的一个情况 但你可以发现 即便是底部背铃 然后呢 回调到上方 到阻力 如果说这里盘整之后 盘整之后 它无法上破的话 又下破 又下破 那是不是又跟我们死查 又往下了 是吧 看指标去判断上的趋势啊 是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OK 是没有意义的 OK 包括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你看 你说底背铃 是吧 当时也有底背铃啊 也有嘛 也有嘛 有没有 也有吧 反弹修正之后呢 未能突破前高 前高位置到压制 然后呢 盘整 又下破 然后直接暴跌 对不对 所以 看指这种底背铃啊 你认为趋势就反转了 不过你认为 因为底背铃就因此你去推断 它能够出现暴涨行情 或出现流伤行情 无论是不现实的 不现实的 不量看 是吧 好 那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打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通道的框架啊 上面界嘛 对不对 在27,200 达到了 OK 那短级别上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有说看 顶底背铃啊 短线它 必然是出现顶背铃嘛 你看 我不用看都知道 是吧 必然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顶部背铃情况 看一下 是不是 所以整体而言 我认为在高位的地方 应该去寻找一些好的一个开空机会 或是比较合适的 开空机会 那如果你说你去做空的话呢 止损就参考在 比如说你做空的话 止损参考在 2400就可以了 27450 对不对 那止盈的话 你可以至少拿到前提附近嘛 25500 那这也是一笔还不错 还蛮划算的交易 那就供你参考了 好吧 高位这帮 绝对是建议做空的 因为你看 它是打到了一个双重的重合位啊 通道的上面界 同时呢 也是我们这个 关键的主力区的位置 是吧 这一线的话 绝对啊 做操作 建议开空为主啊 找空点好不好 找空点 做空点 OK 那如果说引发一波比较深的下跌的话 我相信是要去跌破26165这个点的 看币安的话 USDT或B对的话是这个要跌破26181 需要跌破这个点 才有机会构成比较深的下跌 好 那以上的讲解 那更详细的交易计划一些这样的一个排名解读啊 都在我们的群里面 点击点击 可以加入我们Discord社群 Discord群组 包括我们每日的机析分析 短线报单 自动报单 讯号 还有自动单系统 多套策略工使用 做一样子一个 完全化的这样一个使用 还有这样的一个指标 讯号 都不想使用 欢迎加入 那以上讲解 喜欢的话点个赞吧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